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随一下中港股市最新的形势 上证指数现在升0.6% 升22点 暴近3829点 深证盛指升接近2% 升214点 暴近12348点 护心300指数升接近1% 暴近402点 重上4000点水平 创业板指数升1% 现在升38点 2628点 至于港股方面 五行指继续在25000点水平增持 升34点 国企指数升不够1% 升33点 暴近11716点 这次嘉宾请来研究部经理 正要辉Stanley 和我们讲一下焦点办法 Stanley你好 Stanley看到下个星期 纽西兰央行会公布他们的议息会议 是 不过大家都倾向 预期 纽元会继续向弱 因为预期 央行方面 会下个星期减息 是 看到纽元已经跌到六年的低位 未来应该会影响 奶品的价格 因为 纽西兰的预品出口 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而且 整个供应都好看它 是 如果 纽纸这么便宜 再加上 鱼业方面 都有一个过于求的问题 是 未来会不会 对于行业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先解释 这个状况 为什么 纽西兰的经济 甚至乎 你可以说 为什么会有减息的行动 最主要就是 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 正如今晚 Tracy 你说到 纽西兰是很靠一些 羽业的出口 因为 你可以说 真的很多地方 都因为 绿草如荫 就用来 草木最理想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因为 之前的时间 因为 你可以说 它的奶粉 或者原奶供应 就很多 所以 变相之下 它的经济做得 是比较理想 但是在近一年的时间 其实整个国际的奶液市场 都有个真的 挺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 你见到 奶界都是有个大跌的情况 那 纽西兰呢 都真是首当其冲 所以 其实 有个情况就是 为什么它会 现在要经济比较差 一些 要到减息 甚至扭转的情况 最主要的源头 就是 本身 这个奶价 有个真的比较大的 下跌 这是一个因而 一个结果 这个问题 大家要比较清晰 一点 好了 讲到奶价方面 事实上 在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 奶价真的 你可以说 跌得很厉害 我想 全球也是 内地也是 都可以分开两个层面 去讲的 第一次来说 内地方面 因为 以往的时间 内地的增速 对于原来的需求量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 你会看过去 我想 在之前两年左右的时间 全球的奶价 都因为这个因素 而叫做拉高了 因为 内地的需求量 的而且确是很强劲 但好了 到了去年左右的时间 因为 之前很多的一些公司 都真的 你可以说 不断自己养很多牛 买很多牛 但是 掌纳的时间 变成这个预游之后 基本上加起了原来的供应 原来的供应 原来市场 现在 的确出现了 供应过程的情况 而且 以往的时间 你都可以说 本身 因为中口的奶 它们的奶价 比较贵 这个也是真的 而变相之下 内地的企业 都有一些优势 但是 现在已经不同了 因为 以往之前的时间 中国方面 和澳洲 澳大陆那边 都定了一些 贸易的协议 即你放起来之后的时间 基本上 原来 可能进入内地市场 基本上 都是零关税 即零关税 这样的情况 所以 变相之下 可能是加剧了 内地奶价的压力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在今年的 4月30日 4月的时间 欧洲那边 也是取消了一些 叫做限制 所以变成欧洲那边 很多的原奶 都可以直接 叫做销售 去到中国 所以 你可以说 内地的 奶源供应量 现在真的很充裕 但变相 就是奶价 中一步下跌 这个趋势 暂时 你可以说 在可见的一段时间 都难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我们见到 6月底的时候 辉山与叶 财务官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过 内地的原奶价格 去年每吨是4300元人民币 跌到过去9个星期 平均价是3400元人民币 已经是接近农民的生产成本 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按照他所说 去到成本价这么低 是否应该无得再低无可低 你觉得 会不会 即是来到農民会 再好像以前那样 见到奶价这么低 已经是 Break Even不到 所以会选择不养牛 或者是 劏了牛 倒奶 这些情况再出现 令到价格可以再向下 其实你说 虽然可以贴近成本价 但是 不要忘记 这个都和 可能很多的 经营模式有关 如果以外国的经验 基本上 人家可能很多是自动化 或是一个大企业去做 所以 变相在成本下的方面 其实做得不差 你说中国方面 当然 近一两年的时间 因为 好像大型企业 好像蒙牛 都不断加强一些 叫做现代化的部署 但是 此外和国外相比 还有一些距离 所以 所以变相之下 你可以说 原来的供应量 其实 都真的 还是维持一个 比较高的水平 另外 你可以说 一些叫做 煞牛 甚至乎 将的奶倒倒下海 就是不要 你说 这些情况 会否继续下去 我恐怕 现阶段 都还是比较难避 还有 其实这个情况 对于一些国内的经营商 都可以说 是比较糟 我都先说回上油方面 如果上油方面 刚刚提及到 如果现在那些奶价都不断下跌 对于经营的情况 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 变相之下 对于下油来算 其实是好事 因为 譬如下油 甚至乎做奶粉 做一些乳产品 其实我程度上 成本其实是低了 所以变相之下 对于他们的生产成本 是有个帮助 但也不要忘记 因为 如果以蒙牛这些为例 甚至乎 其他一些 叫做下油 做一些 可能乳产品的公司为例 因为都开始面对着 一些国外的挑战 所以其实这个市场 本身 是很难做的 当然 亦都可以说 很多的奶粉 以往的时间 因为是进口奶粉 所以比较贵 但是贵的话 你说现在 要打入我们的市场 都很困难 以往的时间 因为本身 你可以说打进口奶粉 一些品牌 可以买个价格 比较贵 但是因为现在 内地方面 有很多公司 都实行这个网购 即是网购奶粉 所以令到奶粉 一些的价格 基本上 都落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好像内地方面 一家叫君乐堡公司 其实它的奶价 你是上网买的 是八多元一罐 所以都变相之下 你可以说 即使你说 撇除了上游方面的情况 中游或下游方面 基本上 那个竞争 都是很激烈的 所以这个版块 其实你可以说 暂时来说 都真是挺难搞的 暂时可能都不要 尖手住 或者持有的话 都可能要看一看 如果这个价格 当然 如果以现时趋势去看 的确是比较负面 但是如果真的要选择 要买的话 萌牛一定是优势 因为始终公司的规模 就比较大 和很多外国的公司合作 在经营成本上 其实它的价格是不错的 所以你会见到 上年公司的业绩的表现 其实是相当比较轻的 所以你可以说 如果要选择这个版块 萌牛还是首選 明白 看看现在行业版块的估计 现在做成如何 萌牛与业跌幅超过百分之一 报仅37.25 辉山与业升近百分之二 报仅2.21 现代牧业跌稳 报仅2.25 合生园升超过百分之一 雅士里国际跌跌近百分之一 Stan,你也和你做新报 你刚才说过股份秩密会持有 没有持有 谢谢你的分析 有时一会儿回来 和你再说过其他焦点版块 拜拜 拜拜 拜拜